嗨 大家好 我是酷吉拉 说到烧烤呢 就不得不提到河牛 而说到河牛呢 最有名的两种就是澳洲河牛和日本河牛了 但是因为澳洲对进口中的碱一定要严格 所以呢 在澳洲是很难吃到这个日本的河牛的 所以酷家就特别想对比一下这两种河牛到底有什么区别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到了这家两种河牛都吃得到的牛熏三郎 那么话不多说 让我们赶紧去吃吧 首先呢 今天咱们肯定要尝一尝这家店最高级的来自于日本的黑毛河牛牛排 再来一块澳洲的牛排作为对比 除此之外呢 再来一些澳洲的河牛和日本的河牛 当然这个牛舌肯定也不能少 最后呢 它这里还有一些用当季食材做出来的特别菜单 咱们就来一个这个鹅干炒饭和这个海胆和牛寿司 它这个呢 是调过味道的 所以呢 不用蘸任何酱油芥末 直接吃就可以了 上面一大缩海胆 汗的就过瘾 尝尝看啊 木子之后就是这个特别浓郁的海胆的香味 而且呢 它这个没有放酱油芥末 所以一点不抢这个牛肉和海胆的粉味 吃起来呢 口感感觉特别浓郁 沐含了那个海胆和牛肉的香味 但是呢 就是二十多块钱一颗 试下实在是有点肝疼 尝一尝这个闻路特别漂亮的鹅牛刺身 蘸一点酱油芥末 入嘴之后呢 那个牛脂的香味特别别的香 而且呢 它这个凉的时候吃那个牛油 也不是那种很软的那种口感 这个雪花的纹路真的是特别漂亮 用的呢 是这个鹿尔岛的黑猫和牛做的出品 我们来尝一尝这个鹅肝炒饭 它底下呢 是这种日式的炒饭 上面呢 配了一块大鹅肝 然后呢 应该加了还有一些和牛吧 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这个鹅肝入嘴之后呢 轻轻一抿就化掉了 然后呢 奶香奶香的那种口感 而且呢 有那种肝脏的那种独色的香味 味道并不会有那种鸭梢味 我以前在中国说吃过这个鹅肝 自己做的 然后呢 就感觉鸭梢味特别重 看来真的是没有处理好好的 烤肉呢 最好要从瘦的放肥的吃 不然呢 它那个牛肉的香味太浓之后呢 后面就含不出来的香味了 所以呢 咱们先来烤这个QBRO 看起来呢 是比其他几种瘦一点 但是呢 估计也不会很瘦 它这个肉呢 就是上面带一点肥肥的地方 然后底下是比较瘦的 虽然是很瘦 但是呢 也不会老 也是比较嫩的那种肉 它这个牛舌呢 也是非常的特别 一般地方呢 都是薄切 它这里有好几种 除了薄切以外呢 还有这种切得像芒果花一样的厚切 其实牛舌呢 你自己切过就吃掉 这种雪花纹的呢 一个牛舌里并不多 只有舌根的那个位置有 牛舌是常吃啊 切成这样的还真没吃过 尝尝看 这样切出来的牛舌呢 它的表皮就酥脆酥脆的 但是里面呢 特别的嫩 就比那种一般薄切的牛舌还要嫩的感觉 尝一尝这个澳洲和牛哈拉米 这个位置吃咸呢 感觉就像那个韩国烧烤 那个牛排骨的位置 就是那种说肥也不肥 说瘦也不瘦的 吃咸呢 是瘦肉的口感 但是又有那种牛油的香味 接下来呢 终于该品尝它们这个镇店之宝的 鹿尔岛黑毛和牛 哦 这么看起来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尝尝看 超级的嫩 而且入嘴之后呢 就感觉那个牛油的香味在嘴里化开了 瞬间整个嘴巴就被那个牛油的香味给霸占了 这个口感吃起来真的是入口即化的口感 哦 把它喝到一个来口打 其实可能有很多小伙伴分不清这个和牛的分级 在澳洲呢 和牛分为M1-M9 M9以上的呢 都叫M9加 在日本呢 和牛分为A1-A5 差不多日本的A3相当于澳洲的M9 尝尝看这个Finger Rib 看起来就肥啊 我就担心是不是整个一口牛油啊 已经说是牛油呢 我觉得更像在吃牛筋 应该说是牛油包着牛筋的感觉吧 吃起来呢 非常的香 但是缺点呢 就是吃多了有点腻 它这里每天呢 还会有一款神秘切 也就是特价的肉 虽然呢 可能是用的一些边角料 但是呢 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便宜 感觉非常的划算 总结一下呢 这两种和牛真的都是非常的好吃 这个澳洲的和牛呢 吃起来就比较有嚼劲一点 日本的和牛呢 就比较肥 比较香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大概差不多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订阅哦 如果不订阅也没关系 我们有缘再见 拜拜